首先我个人就是还是非常看好中国的科技创新、消费升级 还有一些行业龙头的整合的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我还是在这些行业里面去寻找机会 具体来说我们现在持商比较重的一些行业 包括了新电源汽车 包括了互联网经济、医疗 然后还包括了消费品的龙头 我个人认为在这些行业里面 我们还是能够找到非常好的一些公司 在未来的几年他们都能够提供比较不错的回报 这些回报可能是由于他们盈利带来 也可能是由于他们收入的成长带来的 但总体上来说 这些公司都代表了中国的未来 我们其实就是要在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未来肯定不是在那些传统的老经济里面 更多还是孕育在新基金之中 投资者现在还是要更关注 未来可能发生的科技的创新 消费这边升级带来的机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拼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